這三張是三種要吃的,你知道嗎? 你說什麼?三張,三張 這三張要看嗎? 紫這麼漂亮喔? 這幾個,我不是紅的,就是紅的 我告訴你,這是五色鳥要吃的味道 所以,在創造生物多樣性的環境裡 你要什麼物種到這個地方,你要整理它吃的東西 所以,要營造物種多樣性 你把它達到物種多樣性 你要營造物種區域多樣性 物種區域多樣性 自然會來衍生整個生態系的多樣性 那生態系的多樣性,就是我們人家的地方 這個物種,你尊重這個物種的生存空間 就是在營造我們自己生活的空間 你要把這個物種的生存空間把它破壞掉 我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減少 來,順利,你來吃飯 這個是什麼東西? 三種百香果 有啦,9點飯一定會到這邊來 三種人可以吃嗎?他們在問 本人是啦,我說不叫人吃,你別吃了,吃要餓餓就不吃了 好,來,這叫做什麼?這叫做比利 這叫比利,我跟你說齁,這比利,我跟你說齁,你把所有的董頭像阿姆陀裡面齁 為什麼台北市的溫度那麼高,因為它在裸露的牆壁太多 太陽一照射的話,西色的熱度很大,很高 然後晚上又放射不了,冷氣還要點燙,根本就不能再放 根本就不能再散熱,所以說齁,我們就把這個把它覆蓋起來 用比利,這片正十三年齁,我說齁,這個它對,可以隔熱 對,那個水泥它可以隔熱,再來它散熱很快 所以說齁,晚上不管說七月白的天氣太多,來隔著我們桃米 太陽一下山溫度就下降了,就很舒服 請問,這個要不要修剪? 要啊,要不然它會一直 這跟我們人一樣,頭髮也沒膝蓋 所以你幹嘛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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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定楼可以種在地上那種定楼 定楼會性,但是一般不要種在主體建築物在大的地上 定楼就很熱啊,它種這樣把它喝一層 就是枯想很好,但是覺得說齁,路後期 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吸盤 它只能種在你的房子的外圍 它的意思是這樣 這三人知道嗎? 這叫醋味牽牛 醋味牽牛是相當好的認識金 我告訴你 對 牽牛 一早四十年前 我們那時候寶武 寶武裡面這個老公的頭子 他沒回來 但是他四年前他有認識金 那就是怎樣 頭毛多小 烏溜溜的頭髮 我現在來英文有嗎? 去問那個師匠 那個師匠說頭毛臂 還會發出來 我想說 沒有 我想要走走 你看看我的還會翻回來 對 他差一點點 沒辦法走走走走走 對嗎? 那太好了 對嗎? 對 是啊 我去教教人說 哇 這怎麼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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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池在整個高麗麗的轉型過程裡面就從一部開始 最起身的這個故事 這比較大的水殘 水殘 水殘裡面 我們要補在外面 我們要把這個洞湖做得更嚴重 如果只補一個就能補一個好 去穿肚子好燙 但是這個很嚴重 人、大人 補到8萬公斤 對吧 對吧 這很危險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變成知識經濟的生態水殘 用生態工法把危險降到最一地 做個環坡 所以我們不怕我們的小孩來到這裡 拔在水底下 他就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用生態工法 營造生物的區域 在當時老師跟我們教說 我們一個人 住在這個社區 住在這個地方 要有人餘一定要把 可以 立法 那社區的人士地屋裡面要把補 補了還會秀補 秀補了還會找店補 這人家一定要把 對吧 所以說 我們就開始在 我們補後營造蜻蜓、青蛙 現在我們來補 我們不然把補後 當作老闆 你知道嗎 就營造他的棋地 所以說 用知識 用水田變成生態水 也是從農業經濟把它轉為 所以 知識真的有價格 那種知識經濟裡頭 可以創造更多人的收入 你知道嗎 這如果農業經濟 補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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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對 莎名還要代表那個胡島 screw 因為為什麼iro 環境在多樣的所裂不一樣 他前面這個臉還有這個凹下去的 那你不要去管 你不要去用那個 那個 你不要去用那個 但是自然環境裡頭 自然環境裡頭 你不要用我們的 你就用生物的棋地去看就好了 用生物的棋地 你的棋地